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库 说到近期最火爆的电影无非就是《复仇者联盟4》了 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在4月24号国内上映 这个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它将成为漫威史上时长最长的电影 你只看到了荧幕前的震撼 那你有没有关注影片的特效呢 不得不说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想法去完成 如果《复仇者联盟》没有了特效 看起来会是怎样的 你所看到的好壮观终将变成让观众大跌眼镜 失去了特效的互联花絮 演员们都非常的尴尬 这是最近被曝光的漫威电影特效渲染场面 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原来超级英雄在城市里各种打斗的搏杀 全都是后期电脑抠图制作出来的 但是说实话 不得不感叹这是高手级别的操作 比如说 哪个演员的皮肤都能够进行单独的处理换装 加上盔甲加上披风 超级英雄就是这么来的 现在随着《复联4》的到来 长达三小时的特效也是让人养眼 总而言之 咱们还是挺佩服演员们的精业精神的 不知道你看了《复仇者联盟4》有什么感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我就收藏关注或者转发一下哟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请关注沃尔库